今天是5月4日 星期三 议程为公务部门公务局水利局业务报告与执行 开会时间早上9点30分到12点30分 下午1点半到5点半 将官司面资料已放在各位议员的桌上 请参议 一 请假官员随力局 随力局 请假官员 公务局副局长李国荣 由职位代理 副局长施金安代理 随力局主任秘师太国权 职位代理由总工程师 王文院代理 随力新建工程科科长 前院上午请假 由职位代理人随力工程科科长 王文百封代理 请各位同仁 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就请意识旨人员先读 本会议员执行相关办法 现在开始开会 本会议员执行办法 第三条第二项规定 第一轮时间均为10分钟 本委员会议员优先执行 第二轮依登记顺序执行 本委员会议员10分钟 非委员会议员5分钟 如本委员会议员 于第二轮咨询中才到场 应优先于下一位咨询 时间10分钟 第三轮以后 依登记顺序 咨询时间均为10分钟 向大会报告 这水利局 今天先由水利局来做业务报告 请 局长 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接下来由水利局做业务工作的报告 支持春暖花开 万物欣欣向荣之际 新红会会召开第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共邀出席本次定期会 进行水利建设业务报告背询 并攻凌议员先进的市政建言 深感荣幸 过去5年多以来 信赖会会鼎立协助 在治水经费编列上充分的支持 遭遇困难方面也提供指导跟协助沟通 促使各项水利建设工作能够顺利推展 那么在此特质上12万分之协议 本市辖区过去是 过去是由岛峰内海 跟台江内海的这个地形 先天上就属地湖 地势地湖排水不易 探究过去淹水的原因 包括地势地湖 提岸老旧 土沟的结构薄弱 排水通路 通水断面不足 以及宽材不易形成瓶颈 湘海及寒管构造物 因通水不足也造成水面拥高 我们一烟水的面积 这个居全国之冠 那之前积极推动 六年六百亿的这个流域综合治理 第一期的工程 那么从103年到105年 在第一期总共争取53.9亿 来办理我们市管的排水堤防 63.4公里 村落防护两处 平井段的桥梁改建五座 置洪池三处 大型抽水站五站 并更新老旧机组三站 雨水下海到5.6公里 以及取得用地862笔 面积达到43.4公顷 让后续的治水工程 得以如期如值 顺利的推动 那么本计划推动至今 已有相当的建设的成果 例如在江军的江军西排水 及麻豆水系 经过11年 总共投入65亿的经费 全线23公里均已征收完成 也渴望在今年底明年初 全线23公里均整治完成 那么让沿线的各个聚落 脱离淹水的威胁 另外本市发展最快的永康地区 因为新旧社区杂成 很多雨水下水道未能连贯 造成市区排水的问题 那这次也争取了3.9亿的经费 在永康地区 施作相关的这个下水道 包括仁爱街 三明街 大湾东路 中山路跟永大路 富强路 中华二路 等等的下水道 那让原来成年没有办法执行 没有办法灌联的这些下水道 可以一并的来打通 那减轻市区淹水的风险 那此外将军区的马沙沟抽水站 北门区的南昆森抽水站 跟科辽抽水站 那这三处抽水站 使用的机组都已经超过16年 那为了提高抽水的效率 也更新 在这一次更新的抽水机组 捞屋机组 那提高这个防洪的效能 那在这一次的苏迪勒 在去年苏迪勒跟杜鹃台风 那么本市的这些制水的工程 也经过这些台风的考验 那么淹水面积 已经从94年 在推动制水计划之前 612毫雨的18,375公顷 那到102年 康瑞台风已经降到3,310公顷 那么在这次的这个 103年的812毫雨 以及104年苏迪勒台风 那么也 淹水面积也再次的大幅降低 那这次的苏迪勒跟杜鹃 本市大概是 淹水面积只有存在 一般的农田 那么有人口居住的地方 的淹水已经大幅的减少 那么此外除了工程措施以外 我们也针对 非工程的措施 增加预警的效能 那么我们把水位站 这个侦测的水位站 从原来的增加到68处 以及我们也制设了18处的雨量站 也有13处的影像监控站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提高我们预警的这个效能 那么增加这样的应变的一个时间 那在除了治水之外 我们也营造净水 清水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污水的接管率 在议会的支持之下 包括营建署的协助 已经从合并的这个 合并的这个11点多%的这个 这个百分比 目前已经提升到23.36% 那么从合并后增加了11.79% 那么污水的接管用户 已经到11万户的这个数字 那么除了用户接管之外 我们也积极的来争取 环保署补助的水质进化场 那么有得到环保署的核定的4.7亿的经费 那分别在山椰溪 二仁溪 永康大牌等地 来兴建水质进化场 那么在污水效率到还没有接管之前 可以利用这样的水质进化场 来进化水质 改善河川的这个污染 那么沿海沙洲 过去退缩流失 也是我们四辖的这个 这个防洪保护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几年每年都编列相关的经费 也争取中央的补助 在沿海的沙洲 来做这个沙长袋 跟沙洲的富裕 那目前也逐步看到成效 那特别是北门的细湖 在102年103年完成 沙洲的这个保护工程之后 就没有再发生 因为台风海浪 造成沙洲的溃绝 让细湖有流失危险的这个状况 那么中述 我们在这几年中央管河川的输郡 那么我们跟水利署这边合作 已经输均了1784万立方的这个清衣的这个淤土 那对于河川的防洪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那辖区的水库的活化 目前真文水库正在做防御隧道 那么进度已经达到70% 南化水库防御隧道也已经开工 进度达到32% 那么白河水库的相关的防御隧道 目前正在办理公告招标 那招标顺利就可以来进场施工 那这些都是水库活化的一个工程的进度 那此外对于辖区重要的这个区域排水 包括山椰溪 包括这个山椰溪的支流 包括曾文溪排水 等等也目前都在积极的治理 那么也看到因为积极治理之后 山椰溪沿线的淹水面积 也从过去的1500公顷大幅的降到现在只剩大概200公顷的这个农业区的范围 那么我们相关的水利建设过去几年完成的排水沪岸233.6公里 雨水下水道35.58公里 抽水站由合并前23座已经增加到目前50座 移动抽尾机由合并前160台增加到287台 那么水门也增加到2000座 那么水质进化厂增加到6厂 污水系统从11.57的百分比提升到23.36 自行车道的建设也积极在办理 还有包括沙洲的富裕 也建置我们本市的水勤中心 那未来的目标我们希望持续的 耿续的推动6年660亿的这个治理 那么为本市争取更多的经费 让本市的这些排水系统能够及早的建置整治完成 那另外推动海绵城市 那么开发区能够不增加净流量 那建构优美的水岸的环境 让建构这个水岸的环状车道 那增加雨污水下水道的一个普及率 那么改善水质环境的改善 那也是沿海的沙洲富裕 继续的来推广 让沿海的这个整体的保护可以得到防护 那么最后台湾正面临极端气候的冲击 那么水利局未来治水的建设将以 有限的经费跟最短的期程 那最好的品质达到最大的防洪效益 减少市民淹水的这个风险 最后再次感谢议会全体议员 对本局的这个支持 对水利建设的这个支持 也诚致各位议员先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不然道上市民淹水的需要承诛 大會主席郭議員 還有我們汪專門委員 各位同仁 還有公務局局長 水力局局長所帶領的團隊 我检對水利 這張 那個小姐給我那個指標 這個地方是頂山里 七谷區頂山里的周圍 它還沒有包含南邊 最南邊 到西寮西 到西寮排水的地方 這是南三十 再來這是頂山里 這是貝源田已經75年開始 就沒有做嚴重 就已經停在那三十年 沒有處理了 我在台南關的時候 那時候掃補你做局長 我就一直說 你要讓這些土地淡化 甚至也要種樹 但是你們的地都沒辦法解決 那現在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水力局長你是值得敬重的人 但是我發覺你的團隊都失松了 要讓我的團隊 我的秘書助理還有我本人 親身去了解 為什麼裡面還海水進去 那我真的抓到了問題所在 為什麼頂山里 八八風災淹水五天 斷兩三天 那為什麼現在一下雨還是淹水 有兩個原因 下一張 這裡我們看到這個 那個筆在哪一支 沒有電 我們看到這個 39號水閘門 就是在這個紅色的 這個指標 這個水閘門是新的 這個水閘門是新的 這個新的 這裡是在管控這塊 這一整片的海水 是否有進入 這可以關折不是不能關折喔 這是39號水閘門 那下一張 結果你們的勃坎 在那個水閘門 這裡到這裡 剛才人一百十七公車 被土地獲 已經崩了 你是怎麼奇怪 你是怎麼才 向當二百五十公車 這裡剛才一百十七公車 沒有勃坎 頭前有 後面有 結果是變什麼 你再看一看 下一張 再回來 再回來 這個已經是潰體了 所以你那時候那個水閘門 你前一張再上一張 你這個水閘門 做這裡根本就 脫褲子翻屁 根本就沒用 這個水閘門 就要去做這樣 做東西的 做當塞的 你如果不要做 你這個水閘門 就要做東西的 你不可以讓我們摘水 水浸得去浸不去 再下一張 這水就已經都一筆了 你叫人在那裡搜水閘門 有什麼路由 你們都沒去看 你們都不知道 再下一張 然後來到盡頭 東邊的盡頭 是一個加蓋的小排水溝 那加蓋的小排水溝被人家破壞 我是發覺被環保團體破壞的 我是懷疑 破壞了一個大洞 讓水 讓這個水 在這裡 讓水 直接流到這一塊 佳武鼎山的墓園 最東邊的這一塊原田 不是這樣而已喔 再下一張 然後 這個再一直流 流到這個原田的排水溝 經過南山水 經過南山水 下一張 經過南山水的這個行動 再過那邊喔 走兩棋水溝 走再來南邊這個原田 這個是蓄意的喔 這個有人蓄意破壞喔 那你們水利局完全都不知道 你們水利專家呢 沒有辦法控制這樣的一個 有沒有水的問題 你說幾十年要讓它淡化 結果你看人類的破壞 人類的序域操控 你們都沒人去抓出來 就我去那裡 所以這 因為在南山水這個地方有種了 種了公務局 有種了公園科 有種了很多的樹木 一直住不住 就是他們的海水進來 這樣不是這樣而已喔 這些海水之後 然後如果落大海 它是從頂山排水潰體 遭到頂山排水 它不是頂山里 這是頂山里 洪水泛濫的來源之一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交管 會放在這裡呢 從南山水的寒洞過去往右邊 放了兩支水管 你如果說 左邊人是要做瘟子 說他為了要淹水 結果不是 那瘟子沒人去做了 蓄意排到南邊過來 在下一張 所以 我們是覺得說 嚴重紀念三十年 市政府也不需要開發 中央也不需要開發 都沒關係你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 後一台人他就要利用 我還要跟水利局探討 屍體保育法 我打得很熟 打得很熟 裡面特別提到 特別提到 你要新辦水利事業 你要新辦水土保持 都要送內政部審查 但是 下一張 再下一張 現在要去當環保署副署長的 詹孫貴律師 他在整個會議裡面就說 在整個 私地審查 私地的 茶菇 會議裡面 他就提到 國際 國際級師弟 跟國家級師弟 你是沒有辦法 動 你是沒有辦法動的 所以 就代表說 做水災 你們就適合了 你們整頭 做水災適合了 國際級的師弟 跟國家級的師弟 跟聖適合就不用聖適合 跟聖適合就不用做 這個難道 蘇地保育法 你們都沒有去了解嗎 我相信沒有 上一張再回去 因為裡面 第二十五條 剛剛是二十條 二十五條還規定 你擅自抽取 引取 結斷 或者排水 失地支援 到其他的系統 就是說 以後你們要關最水閘門 你們是不能隨便開啟的 不能開也不能關 這個要划三十萬到一百五十萬 後面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是划六萬到三十萬 以後你和 濕地定位 做水才什麼負責 是水利局你要負責呢 台南市政府要負責呢 還是內政部營建署 要來負責 洪水的問題 到外面有一次 你拿去啊 你用洪水 你們就要負責啊 結果你看 蘇地法這種惡法 搞成這個樣子 再給我一分鐘 謝謝 我 這裡 我講之後 請教長付教長 你們一定要實際再去看一次 局長你也去過了 回來 大家都不當一回事 蘇地法律法 你們要專責去研究 到底以後路怎麼走 不是像我斷掉了這麼肥 不是那些鄉親 在那中間 一個蘇地法律法 可以影響人的生活 影響人的行善 影響人的行為 有這個惡法 這樣我們市政府都漸漸都沒有說話 今天是荷格仔農業局 有回這個文 農業局有回這個文 叫他暫緩審查 那不然要帶去 保衛市長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你們要謹記在身 這裏 李吉士長 你那個蘇澳 找丹寮來議員 他今天在結論這個問題 你做一個鄉親的解釋 這個台江國家公園 發射那些 那些 那些 師弟 可以 意見這麼多 應該支付 可以做的 應該用 中央這邊 這裡配合 要去克魯市民的行機 有時候 不能說 克魯政府怎麼做 保佑怎麼做 人民的行機最重要 政府都人民算出來 這個李吉人拜託一下 那來 向大會報告 這個 因為剛剛 陳超越議員 剛剛有在關時間 有經過台會的董事 所以讓他先發言 我們現在 叫議事 會聽事 進行 我們現在請公務局 我們的吳機長 來做 這個 這個業務報告 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公務局工作報告 公務局 自從我帶領公務團隊六年來 推動各項的公務建設 包括建立體制 其中很多重要的工作 仍然要處理 包括道路橋樑興建 公園立地 還有積極推動交流道的開闢 澳校開發案 亞太國際棒球村 等等 重要公司的發展 公務建設的經費 都是幾千萬 那 信賴貴會的鼎立相助 在經費給予充分的諸詞 使公務建設能夠順利的推動 在此 入屑並期望貴會繼續以諸詞 好 那我就針對公務局的 工作的內容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包括道路的開闢 那 到 今年為主的一年 到105年的4億月 總共開闢的11條 路坪的部分 總共已經做了82個路段 那公園建設的部分 已經完成13座的公園立地 設計施工中有19件 另外在專業工程方面 包括中央補助款的經費 那已經完成的部分 我把重要的大概說明一下 包括 發二等級台江大道 花了22.64億 那 仁德的中山道勝利路段 就是特定的27號道路 這個 花了3.13億 那台南市的河緯路 花了6.19億 另外 東基自由路 花了1.14億 LED燈花了4.17億 仁德 湖內往太湖的復健道路 2500萬 永康子18次18之1 有1.75億 另外 都會北外環 這個是 將來 台南市最重要的一條 那個 快速道路 那 花了37.7億 西港東外環 花了1.62億 那 包括 藍寧的藍外環 2.78億 新寧 藍80到 藍74到 172線的 這個新闢道路 總共有3.91億 這是 新寧往沿水的一條 這個非常重要的連外道路 另外 高鐵橋下 第二級工程 2.6億 包括 水營燈的落入 落入計畫 有7.56億 包括 炮啸 包括 人德特27號道路的東段工程 包括 西港外環道等等 總共 向中央 增息補助有117億 等等 另外那個 比較重要交流道 包括 包括大灣 柳營 仁德 總共 發 這個外環道的開設 總共發了17億 多 那建造使道的核發的主量都 有 都增加 另外 期間都已經手繳 那有關 104年 公務局的各項 那個 業績 依效的部分 這個 包括第一名 優等等等 這個 這個部分請參與 另外 橋樑工程 橋樑工程 總共完成7件 包括太平橋 以前太平橋 現在叫做 西頂寮大橋 這已經完工 另外 南62線西莊3號橋 走營舊20號橋樑的改建 那包括 鄭文溪朝鮮橋 安南溪的吳明橋 龜族港的排水 龜族橋 這 各都已經 在完工 或者 完工中或者正在施工 另外 養護工程的包括 路平 包括路平 建設 等等 這個數年來 花了14億 完成82個路段 那一般的工程 一般的道路 養護 也完成了15件 那總共3200多萬 另外 包括鄉道 包括一般護士道路 等等 這個每一個區域都 比較 比較危害的部分 比較破壞的部分 都已經完成修復 那包括人行道 包括橋樑結構的檢查 等等 這個 都滿有績效 那也獲得中央 橋樑平建的特優 另外 包括公園 新建的有4件 其他 剛才完成的 這個 綠地有17件 那 比較 比較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量化的工程 就是 LED燈的泰化 那105年底 今年年底 會把台南市所有 癌燈 就是 日光燈 全部 泰化成LED燈 那 前後總共花了11億 那 今年會 換裝10萬 1425斬 那 建管的業務 除夕再進行 包括 處理的案件跟處理的期限 都有大量的 大量的績效 另外使用管理 我們建築的安全檢查 那 已經受理簽證 安全檢查的簽證有5588件 另外 無障礙生活環境就是 電梯 那 合格的99案 都已經 都已經檢查合格 那 包括公益大廈的報備 總共 台南市的管理委員會 有2113件 這個都是 一二住宅或者是大樓 那 其他的 違章拆除或廣告拆除 這個部分請參與 那 我現在報告 台灣市政府公務局 未來的工作要點 第一個 我們會繼續 族行重要建設 包括生活圈 包括 外環線 第二 我們會落實陸平管理 雖然已經做了82條 但是 這個是主要幹線 希望將來能夠 把所有的幹線跟租線做一個連結 變成一個陸平的網站 那 可以提升 陸平的水準 另外 我們會 提升道路緊急搶修 跟搶險的效益 確保用路無遺 因為 現在道路維護的品質比較好 所以 台風對於 道路的損害 狀況比較少 不過我們希望 以最快速 能夠把災後的那個道路 做一個良好的復健 另外包括 包括打造樂福家園 行售環保城市的低碳 包括 提升立地的面積 公園的整建 包括 這個 立建築的推動 意思是我們希望能夠強化公務管理 建構安全城市的效益 最後一點 能夠推動電子公文 提升數位檔案的應用 以上是公務局未來的工作重點 尚請各位議員先期議主政 雖然財政十分困難 那 為了使這個效益更卓住 我們會嚴謹專業評估跟工作態度 把每一分錢用在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要建設 最後 祝各位議員 順利健康 謝謝 感謝我們那個委屈長 這個 會有報告 這個 張士賢議員發言 時間數分中 好 謝謝主席 你們這兩宮 像 在我心目中 像 我心目中 比較無聊 尤其 我先來請問這個 女士長 女士長 我們 不是有去看 清廟地區的地方地區的白水嗎 是 是 我們頂 之前不幾天 我們有去現場看 是 是 那時候 就是說殘水都會拚到那個 蒸水區 不知道 鵪鞭到 蒸頭 蒸水 是這樣 是 那時候有說到 三個風暗 是 是 不知道你的 進度 如何 你也來報告 我聽一下 大議員報告 我們那個 清廟墨鄰里 這些 這個 飲水的問題 感謝議員 很關心 也主動 交集 匯癌 來了解 地方的困難 目前 現在就是 除了 清廟 弄 改善 讓他 記憶 讓他 在基礎裡面 就可以充填水 這樣 充填水的效率 和自動性 也比較好 第二就是 我們要 我們正在說的 A方案 就是 沿著 農電追准 從 三區 從 道 清廟 清廟中牌山 去排放 這個部分700萬現在已經在設計 我們希望設計好下來 最近這兩個月左右設計好 我們就可以來辦理發包 另外就是 那個蓋上那裡的水要怎麼拆掉 不要讓我們莫林里的聚落裡面 目前優先的方案就是沿著 現有已經排除的那些公墓的用地 因為那些公地 往北導引到放閉白水 我們現在這個方案是優選方案 現在已經有請公所提供那些貸籍 我們請國務公司去檢查 如果貸籍都沒有問題 我們優先來選這個方案 也會來進行設計 也希望這個部分可以一年 我們來設計完成來辦理發包的時間 這樣喔 立局長 是 那時候三個方案喔 要遷復的那個白水 這樣當時會完成啦 什麼時候會完成 你用不去報告一下 就是說這個分流到高地的結流 我們現在都來進行這個檢查和設計 那預計在下半年 你的下半年就可以來陸續來 一百年多就能完成了就對了 可以來發包 這個我給你慶定啦 也希望你這關鍵去櫃月一下 另外 簽了大牌齁 現在水頭有在做對不對 是 水月齁 這幾天我和你們的客廳 和黃國安 謝謝 國安你有去嗎 應該是那個林 林冠宏 林冠宏 林市長 那個 清廟大牌啊 會有在那裡 那幾山那些都沖水沖到 崩嶺啊 那就不用關鍵去做 其實是說會有的部分嗎 怎樣 會有的部分嗎 下游的部分 不 不管你是當時要做啦 是 是說那個會面的部分 你整個當時要當時要做啦 因為那時候你有去 現場有去看的嘛 是 那要怎麼改觀 我們現在 按下游段 我們已經有爭取 跟中央有爭取到經費 對 目前在辦用地徵收 會員者從 我們現在已經有做 給防衛部門兩公里出往上有來做 逐年來改善 那個機長 一年齁 很多經費來 在這個要抵水的 這個經費這麼多 我這樣大牌 牽涼大牌 那常常在做水災 你要 慎重考慮一下 優先先處理一下 不可以這樣做一招一招一招 你應該齁 做比較長的 讓水比較流通 比較不會做水災 是 因為我們現在 大紀元報告 我們現在整體都希望 做起來是萬年九萬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土地徵收到價位的跨度 你們在做這個提供而已 鎖順的工作怎麼會在做 有就是平東 在我們在做貨房的鎖 修到鎖順 你說齁 你穿了大牌 本來 本來什麼水高 什麼卡就是要鎖順 是 尤其現在在榜米大牌 你還加水加鎖 林科長你也有去看嗎 應該是你 加很高的 我說你 你做到那道路邊去 很高的 你要把這個工序 你要做好 你不然水 你把這個管 從旁邊寫到回來 要整個廢棄 所以說你加在加館 那不是辦法 千了大牌 我看不知多久不需要鎖順 我希望說 這個鎖順的工序 千了大牌 跟榜米大牌 我現在 另外說榜米大牌 就說在路邊 那個外販道路 還加一個 動作性 加一個有夠管 有沒有 是 是 那你因為這樣 你要在那管 就表示說 你要和道路也要做賣管 要不然你水 不是在道路過嗎 所以希望說 你說 那水龍 都在那裡大 是 鎖順 你如果 鎖順 沒有鎖順 就 鎖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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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嚴重 鎖順 所以說這個鎖順最重要 鎖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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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en 鎖nel 鎖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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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鎖順 鎖順 鎖順 如果鎖順 鎖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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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身為面對 鎖順 原來 全數 直接 起床了 五米漏那一天而已 哇 報那麼久了 五米漏看那 全國全世界都知道五米漏 那個漏那邊 去香港的五十三的錢 還一天而已 還不太長 我經常處理 當三條很多路平鑽 我告訴你都大條 不是大條路啦 不是大條路 大條路啦 聽好了 會後 大條路 下條路啦 我希望說 市長 你那最近很多事都給你輕盈 你就 鎮腳要照顧一下 鎮腳認證不錯 就要走走 會後一個禮拜七 阿姨喔 阿姨你有去 揹一個七旅座壇的嗎 下午 下雨後 這個要議會結束才可以騎 阿姨沒去啦 阿姨沒有去啦 阿當三 二晚上會被今天開呢 基地座談會是下午 下午兩點半 阿姨我說啦 拜託一下 去我們走走順順的 有時間拜託一下就要順座 以後一個禮拜去看茶 要看茶 好 謝謝 好 謝謝 文英文議員 謝謝吳 吳局長 我感謝我們中世憲議員的提倡 我知道現在他那次的追蹤 是這樣漏到賣 蓋蓋蓋蓋蓋 大小條都蓋蓋蓋蓋 我想 這個應該已經大幅改善了 觀光路平都做了82條 82條他現在說你都做在市區 沒有做在管區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有幾條譬如說是 吳官公有關的景觀大道 包括最近我們推的 木棉花道 或是有幾個綠色隧道 這種的 未來都是我們要發觀光災的地方 那可能他平常人數 不見得很多 但是到了花季的時候 那個人是很多 所以我們大概也要著重 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他有經濟需求跟效益 那我們也希望說 不要讓我們中世憲議員 讓我們坦公 你整個頭靠裡面都跟我們 台南市而已 沒有台南館 這樣可以嗎 君宏議員報告 剛好今年木棉花季那條路 今年全部重鋪 我有去啦 我知道你是做一條 將軍那條還是白河那條 白河那條 白河那條 將軍那條雖然他在毛布的旁邊 但是有怎麼這麼漂亮 雖然在毛布的旁邊有怎麼這麼漂亮 所以有一些他講到清涼 他也是觀光的那個道路 所以也希望說 你可以多做考量 那我看了一下 局長你的工作報告 我有一條看不太有的 就是第三頁 你工作報告上面的第三頁 21項 台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 第三起興建工程 我們內政部營建署 是花了37億嘛 這37億 那那個第六頁 第六頁 第六頁 市區道路的A項 生活圈道路裡面A項 也是台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三起的工程 它是44億 這是有中央還是沒中央 為什麼金錢比較不少 沒有 跟馮媛報告 那個 生活圈道路市政也要配合款 那中央的經費是37.7億 但是總是 44億-37億 這是台南市應該 那就是444再扣37點 對對對 所以那邊是四負 前面這一張是全部中央的補助款 那配合款是台南市 如果是一樣一間 為什麼金錢比較不少 那根據那個公務局你提供的資料 就是來自中央的補助 至少有32項117億嘛 對 改助 改助以後 改助以後 這是屬民的東西 對 這是 他自己來 自己落下 還是透過我們局長 大力的政策 我知道你在中央的關係不錯 跟馮媛報告 這個議會也要支持 然後市長也要有助手款的編列 另外我們中央的民運代表等等 也不是說我一個人的力量 那公務局會很努力去整體中央的建設 那你覺得不舒服 你是不敢去說 還是你都沒出到我們 才說我這麼客氣 對 大家都有出我們 大家都有出我們 那我想如果 如果不是國民 大家來出我們 國管市大家都在坐 對 這樣我們還有機會 我們在117億裡面 含國管市 我們是坐的 還是坐的 還是中央的 幾乎是 名列前茅 幾乎是名列前茅 那你的幾乎是名列前茅 應該是在三名內 成績更好 成績更好 那有可能就是一二名 你抱歉說 我為什麼要提出這樣子 因為我每次到選舉的時候 都看到我們很多民進黨的同事 或者是說這些朋友 他們都在對著麥克風的時候 都大力幾乎 中央有夠末式 都縱南親 縱北親南 不把台南看債人來 不把台南看債人來 為什麼只有一個幹部局 就可以拿到一百十七億 我想 很多事情 我們要把事實攤出來 攤出來講 如果今天中央不重視南部的話 那他就不需要給我們這個補助款 因為國管市大家都在收拾 我也知道說 局長你登記以來 在幹部這個區塊 會跟中央建立的 溝通的管道很暢通啊 所以我們知道說 每次你在爭取預算的時候 都是把你列為第一考慮的啊 所以你不知道可以成績這麼好啊 在這裡也感謝你的辛苦 所以我也拜託 拜託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執政 每一個黨都有機會做執政 當你在意的是什麼 聘秀百人 但是你沒夢想說話啊 待會兒你做執政的什麼 你敢有製調請求你們在意的是什麼 政府建立的建立的經費 來給台南市做基礎的建設 這是我今天要表達的意見 就是說有的人 沒著良心講話 你明明人中央給你那麼多錢 你吃飽就說 這中央都不中是台南 其實咧 我們政府到中央的經費 差不多拜託的一二名 所以我要謝謝局長啊 局長你的公務生涯 那請求全四個位的看齁 講不完啦 講不完啦 來給四個位啦 那本來啊 我們看到台南市政府啊 有一個缺 叫做秘書長缺啦 也看到市長對我講啊 說希望 對這個局處長裡面去提拔 我看有這個主席 可能四個人做優勞 你是基礎的一個 本來我也在優勞 因為說局長你到底會去接秘書長賣 因為你剩公務生涯剩四個月而已 你會選擇當事務官 把他做到底還是提前退休去當政務官啊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更好的機會啊 現在還有一個副市長賣啊 市長也說要對內地提拔啊 對內生啊 那你覺得 你對哪一個工作比較有興趣 公務人員齁就是要服從命令齁 因為政府官就是市長主派啦 因為公政府官就沒有選擇權利 那 政府官大家發表的時候不是很豐功啊 譬如說現在 雷高在發表二軍三軍啊 但是要去交付兩三個月就夭折啊 對啊如果 台南市的市政府的政府官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有人很強調耶 但是求你 不是啦不是說很強調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政府官的任命 任免都是市長的潛力啦 不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他有公務人員保障 對啦 啊我現在就是說 你有一個機會 轉成政務官啊 可以升官 但是不知道啊 那個任期會多久 啊不然你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說 你能把你的市政府官的生涯 做一個環境的給他完成 要剩四個月而已嘛 啊所以現在 有這個這麼好的機會 鄉鄉有兩塊這麼大塊 在那裡等你呢 你沒要清楚嗎 你沒要考慮嗎 我們知道說 局長你是從 許市長的時代到現在嘛 對台南市 呃我們的基層的公務業務 真的是很了解啦 那跟中央的關係也很好 即使中央改 改朝換代啦 但是我想 不會影響 你將來 呃繼續為台南市 這個爭取金會 來努力的這樣子 的一個力道啊 啊所以 你到底會選擇 我們會真好機嘛 也很想要把你 很機態 要知道那個結果 也想要把你祝福啊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基本上 政府官是完全市長的 前者啦齁 就是說 如果他徵詢你呢 你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被徵詢嗎 你就做 他如果不幫你影響 你就要 不是啦 你都沒有給他徵詢到呢 現在 現在還沒有 還沒訂嘛 5月20 以前 我們 現在可以訂啊 這個缺都已經出來了 還沒有訂 沒有 5月20 你應該有被徵詢啊 如果說沒有徵詢你的話 這樣就真正對立齁 相過不公平啦 啊畢竟你在中央投經費 都投第一名啊 這樣這種人又不贏 不然是要再贏什麼 阿薩布魯的你 你不待會再來呢 沒有沒有 優秀的人還很多來 優秀 客氣啦 局長 客氣啦 因為我看到你很多 那個業務項目齁 都是 呃 這個三座金子獎啦 八座U子獎啦齁 十一項的大獎 那我要提醒局長是說 這些大獎裡面 我們有一項是 無障礙空間 啊屬於說我們自己在路面走 感覺無障礙空間 並沒有達到那麼理想 那如果我們可以拿到第一名 表示說各縣市都不及格啦 因為這一塊齁 這一塊是 今年內政務才開始推 那我們是比較配合 台湾市是比較配合中央的政策 所以我們是做得比較快 其實這個無障礙在全國 都算是還起步啦 所以這個是非常困難的啦 我知道有很多業者 包括我們現在去這項路管 你要求說他幾十的人 幾十的房間 以上的路管 他的電腿就要有 那個 無障礙空間 他就要有障礙空間 那個夾借 他說他們現在是 只要面對民宿的壓力 就都要關他問了 你政府如果再用這條來幫他發 真正合法的路管夾借 會關他到不半間 除了大飯店大財團 來盜主的議員 來 來 跟馮媛媛報告 其實 不一定有這麼一個 因為有一個無障礙的委員會 所以局長 我在這個地方要拜託 你有怎麼要提供這些困難 因為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大家都流行小型的民宿啊 但是這個中型的路管 他們是合法的 結果 你如果說沒有辦法 讓他們生存的委員 這樣就像創災團 災團 到那個 有可能就是 沒有入院 沒有這個合法的 這個 風會設備的 這些人有制條去維持 這樣對我們登記以來 我們國家的認定標準 集合所設立的店家 是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雖然有這樣子的一個法令 但是要請 我們公務單位 在執行的時候 應該給他們一個寬限期 要依福德為主 輔導為主 不要依開單為主 因為現在市政府的團隊 好像不輸 並做搶錢大隊 出門就是開單 出門就是開單 所以在這裡 我要拜託 幹部局在在執行 這個業務的三 但是 謝謝主席 那個 吳局長 其實你現在的職務就是真無關嘛 對 對不對 所以 我相信優秀的人才 不管在哪一個位置上 都會有最好的發揮 至於 該有怎麼爭取 該怎麼樣 其實 道德經也說得很好嘛 這個類似的原理 其實不爭就是爭 爭也不爭嘛 齁 謝謝你 對啊 對啊 在每一個位置上做到最好 不要像一些執政團隊現在都要叫人家去問下一屆的部長 這樣實在是不好的示範 所以我們每一個政府官每一個公務員每一個在哪一個職務上做好最好的這個表現 我想就是對社會最好的示範 對社會最好的示範 我看到這個 其實也很感謝這個局長齁 對我們整個這個大台南的地區 有很多基礎建設都一直在改善齁 像這條 這個這個南八十跟南七十四交接處到縣道172線新闢工程 這是已經過差不多要二三十年齁 一直沒有開通的一條傳說中的道路 現在終於開始動工了齁 對 這條未來到底要叫什麼路啊 跟李延報告齁 這條非常對 對鹹水跟我們四年 外環線 工業區一直可以打通到新營交流道 對 這是很重要的這條路 他是會先 他是要變這幾號 跟李延報告齁 那基本上道路開闢以後 就由地方 地方去命名字 由民政系統 徵求區長跟我們所有李延的意見 然後去統合一個道路的名稱 然後再報給公務局這樣 這樣齁 你們想這個本身也是要先有一個變號吧 如果現在這樣 大家要說這樣都熱熱等 南七十到南七 南八十跟南七十四交接到這個限道172 他是 應該是叫做 是南八十 市道 對 但是開闢 為何 南八十 柯林是南八十的延長 對阿 南八十不是前段 他有一個block 是是是 那跟李延報告就是說 道路還沒開闢以前是都市計畫的編號 對 這個開闢了以後 最後地方命名 然後行民政系統 然後我們就 這個補助經費是三連九億嘛 他都做哪種五億左右 包括市政府的 這個總共 其實1750公尺 是專門指這個客轉專區以北到沿水的這一段嗎 對 對 就是客轉專區到沿水的外返 對 將來要替代 替代最重要的交通線 感謝 感謝 這塊已經開工了 大概還要多久 我們預計是兩年 是是是 因為 因為這條 其實你看 坐了大概快要兩公里的路 甚至還包含未來客轉專區整個通車 這對著整個鹹水到新娘交流的交通一定會有很大的改善 這一條是在生活圈道路 市長要求排在最前面 是 所以他是最先爭取到 現在就是另外 在另外一方面 在這個東坪這邊 流贏這個南110縣 就是所謂的中山東路 中山東路為這個心得 經過鳳和中學 經過流贏的國中 然後經過我們的這個流贏的路當 這一段其實還好 這一段其實還好 過路當以後 來去到柳柯公 這段齁 我在電台 在什麼 因為 都貪貨客客人撞了 結果 有的人就說什麼 就人家是說 那條路是跟我們台江渣情一樣 都漫坡大道 跟李議員報告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他原來是經過農田 所以他的基石可能沒有做到不好 路基有狀況了 對 那謝謝李議員 其實李議員一再提醒 我們已經前段發了五百萬 今年又發了兩千五百萬 總共發三千萬 我們這一次就會重新把基石 軟做基石重新改良 然後再鋪路平 因為那裡齁 其實 南110線齁 向東 再向東就會上的交流道 對對 出柳柯公這段 其實去年改善了不錯 對 進就是 進到市區 進到柳營這一段 這條部落的部分齁 也是難免都有大車經過啦 所以柯林 已經幾十年不確定修理齁 拜託教長今年也改善一下 對 那個跟李議員報告 今年我們已經在設計 那 等段 花三千萬 是 那今年會設計法 就馬上發包 OK 這一條道路非常重要啦 就是說 我們很多新營如果走二高 獨居就走這一條就可以到新營 對對對 就不用再去轉八十四 或者是其他的路 他鋪路一條齁 還是拜託繼續爭取一下 南112線齁 對 荷蘭村 出來 經過柳柯旁 這條都算過了嘛 用地取得到整個道路工程序 差不多四千萬左右 這條拜託一下 這個 這個 今年 我跟市長報告 因為 他這一條的規模齁 大概 要由市政府的預算 主行支付 是是是 那今年七月份 編預算的時候 因為這條 荷蘭村的命脈 對 油籃車沒辦法 會車回車 真的很危險 對 因為 也謝謝李議員齁 你在主席上提過兩三次 那我每次有跟市長講 市長是 原來都同意啦 那後來因為他 對於那個道路開票經費 會有一定的限制 是 那今年可能會好一點 今年 拜託排進去一下 對 緊觸一下 那麻煩 李議員跟 好 我七月份 我會跟市長報告 好的 謝謝局長 請坐 李局長 謝謝 我們這個 經過本席 一直要求 我們整個大台南 原來台南縣地區 最先開始做排水整體規劃的 就是新營跟麻豆 已經開始動工了 已經開始做整體的規劃 測量好像也完成了 聽說 這個整個未來大縣地區的防洪水準 比已經 如果這次整個規劃起來 做好的話 會提升到比台南市區 原台南市區還要好 有這樣的狀況嗎 我們現在是請公共公司朝這個目標 在規劃 那看 如果這個目標要達成 看那個可行性 因為原來 那天特別邀請水利局 我們的主秘 來到我們大縣地區 跟這個所有的里長跟社區來說明 現在正在進行 這個整體的排水規劃 因為他們說 過去不管是社區 不管是里長 大家都說 我這裡的排水要做 我這裡的水要做 我這裡的水要做 會說 這邊要做往東流 那邊要做往西流 大家哪像都在拼聰明的 都自己覺得用自己的經驗 說這裡的水 所以要打到哪裡 其實治水是整體的嘛 整個高層 整個流水 甚至你們整個排水體系 比如說 整個新營的都市計畫區內 它就是以這個加南大縣為主 以北 以北整個向西導入鹽水大牌 以南 就是導入直接導入集水溪嘛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過去 我那時候 局部的社區 或區裡淹水 大家不會去想嘛 大家不會去想 整個商品起來 整個商品起來 好像原來台南市區的Q5 每小時只能容納六十幾迷你 現在未來 薪盈可以提升到八十幾 是不是 目前是朝這個方向在規劃 那也許 做法有很多種 也許是增加制洪池 或者是增加一些幹線 那當然既有幹線要擴大難度比較高 既有幹線因為已經在馬路上 所以也許是在沒有幹線的道路下 再增加新的幹線 沒有錯 我看過去 譬如說英空 吉他這個快速成長的都會區 有時候兩邊道路徹購不夠的時候 你們直接就中間就開一條啦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我們要 我聽說特別編了一千多萬 來做整個新營區的排水規劃嘛 非常感謝齁 這個過去的幾年的質詢 你有聽進去啦 那問題是一千多萬的規劃案 一千多萬的規劃經費之後 我是有點擔心啦 要提升到每小時八十幾厘米的 這個防洪規範的時候 整體的新營的排水 這個預算恐怕 可能是這個十倍不止喔 非常有個 你真的點頭但是面帶苦笑耶 不是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是 希望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我們希望他能夠用 最聰明 最聰明 最節省經費的方式來達到 那所以到時候會做很多方案的 是 土木 那麼大量的經費的方式 那我想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感謝 那天里長跟這個相關的社區都有提出很多建議 那正好現在這個東新營的這個 污水下水道今年也會核定了嘛 那如果有可以順便改善 這個雨污分離之後 如果可以讓原來的雨水 可以有更大的容量 那也順道可以做即時的改善 也希望能夠一併來處理 那至於東新營跟鹽水的污水下水道 拜託 趕快爭取一下 讓我們整個原來的這個台南線的原來的守善之區 可以讓他可以得到最衛生的改善 是 我們這個會來努力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議長 這個田建成 這個雨議員 可能有要做得比較窮溫的了解 你以後幫他做一個比較熟悉 衰逆一下 來 會主委我們成一成議員歡迎 謝謝主席 剛才在跟這個賴惠宇議員開玩笑說 你有沒有受到那個徵詢 有沒有受到什麼徵詢 有沒有機會不管是入府或入閣 然後他回頭一看到我們現場這些 兩排的這些那個水利局公務局的這些 一級主管 包括局長一級主管 赫然發現 跟我們小英內閣有一樣的問題 女性比例偏低 那我們公務局跟水利局是 比例是零 兩邊完全都沒有女性的主管 我想這個 我們未來可以再加強一下 當然公務水利看起來好像是 比較 比較那個專 比較 男性的專業 但是我想 我想很多優秀的女性 包括在我們的兩個局裡面 其實也都有非常多優秀的 女性的 我們的相關的人員 其實也應該要好好的來拔鑄一下 那剛才 我們洪一鳳議員在問我們公務局局長有沒有收到徵 我看他很為難 應該是有被徵 但是他可能還在考慮 那我想我要問一下我們水利局局長 你們兩位都是我們目前外傳最可能接任副市長跟秘書長的人選 你們兩個打算怎麼分配啊 誰要當水利局 誰要當那個副市長 誰要當那個秘書長 兩個都非常適合啊 因為其實我想公務局局長 從我們許天才市長的任內一直延續到現在 是我想是在任最久的一個局長 受到兩個 兩個時代的肯定 我想這個當然有 大家都期待有高升的可能 局長 剛才公務局局長 剛才玉鳳姐們很久了 那我現在問那個水利局裡局長 有沒有被徵詢到 目前沒有接到電話 沒有接到電話 晚上有沒有漏接的電話 我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有看 都會注意一下 那中央咧 聽說中央其實也有 有在希望接種您的長才 也很少有02 也沒有02的電話 所以中央目前還好啦 那地方這邊呢 我們當然期待 不管去到哪裡 我想都是為讓台灣台南更好的 但是我想水利局局長的專業 跟認真 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那我們當然希望留在台南繼續服務 不管在什麼位置 剛才李退智雲有說到 其實把現在的位置做得好 我想未來都有無限的可能 那我們也期待 市長說會從我們 目前的局處長裡面去拔身 那我想兩位都是非常適合的人選 那也祝福兩位啦 可以步步高升 有更好的發展 那我也要請教一下局長 隨利局局長 我想在包括我擔任議員之後 其實也很感謝局長跟兩位局長 其實在我們北區淹水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其實也看到了一些效果 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局部的地方 其實還是有一些困難 包括這個成功路 600項跟614項 這個育民裡這個部分 其實它還是 因為地勢比較低洼的狀況 所以尤其它的水 又是往運河的方向排 在水不會加 所以它其實地勢比較低洼 還是遇到說只要大雨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可能淹水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也是老淨頭啦 但是一直 我想我們也一直持續在關心 但是目前好像還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案來出現 局長 我們這邊是不是可以再來研究一下 跟我們公務局這邊 這個成功路這個問 域民裡這個問題 其實包括不管是里長或地方的民眾 也都一直在反應跟關心 但是到目前具體的做法 還沒有出來 那當然公所有做一些小部分的工程 他們可以先做的 公所有先做 但是我們水域局跟公務局這邊呢 應該是必需要一個比較整體的規劃 它其實才能夠具體的解決 跟預言報告這個部分我想北區自從 包括文賢抽水站一二起完成 另外北岸抽水這個海岸路那邊的抽水站也完成之後 大致上整體的防洪架構都有一個成型 那現在陸續的把一些排水系統做一些銜接 有一些過去低挖處接不到抽水系統的或者是大湘海的 我們做一些銜接 那您提到的這個域民裡 它是透過成功路應該是西河路的大湘海排到運河 那之前曾經在那個西河路跟這個文賢路交界那裡 我們有把那個巷道的側溝 把它接入湘海裡面 當時有做的這些緊急的工程 所以是有前任的里長我記得 他有提到說有局部的已經有顯著的改善 那我想這個地方我們再整體看看 應該還是要做更徹底的一個處理 因為上次就是大急雨來的時候其實還是淹水 而且是淹到了小腿 所以所以它其實狀況是蠻嚴重 而且它當然是期待說隨著好像隔壁文成例 它整個排水改善之後 是不是能夠也連帶的讓它可以比較減緩 但是還是比較希望針對這個區域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跟檢討 看有什麼方式來解決它這個長久的問題 謝謝局長 謝謝 謝謝 公務局 吳局長 我想我們這個0206地震之後 很多地方有一些道路啦水溝的這些問題 我們其實腳踏也是都很快 現在都在做 那到底我們所有這些相關的工程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水溝啊道路啊這些修復的部分 因為這個補助款中央都前額補試 是 對那這個台南市的部分大概5月30號5月底前全部做好 5月底前可以做完 那我想其實我們也看到說其實在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是有出現一些零零星星的問題 像 我最近去看鄭絕里的部分 他已經開始做了 但是做完之後附近的民眾一直在說 水溝高啦 路比較低啦或是什麼樣 那我想附近的民眾就有一點擔心 這個未來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地勢比較低窪 那又配合他們 又因為他們可能因為地震之後 所以他們整個房子又比較下線了 所以他們會擔心說急遇來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會很容易淹水啦 因為鄭絕里的部分是氣功所處理 那我會後會 我們市政府設計 然後氣功所做的 會後會請科長過去幫他整合 看看是道路還是水溝的問題 了解一下 重新把它做一個高層的整理 是 再麻煩局長一下 因為其實好不容易 當然我們去看局長 那天局長沒在 副局長去現場看 跟市長做一看 其實就跟民眾先說 我們這邊都會做 水溝路都會頂著 讓他們更不用擔心 那現在的確也都做了 跟陳議員報告 這個絕對會水溝跟路面做一個整合 是是是 會把高層做一個速度的調整 那所以這個部分 再麻煩局長這邊 其實主要是公所去做的 但是後續還是主要看我們市政府這邊 去做一些後續的一些診斷了 這個部分再麻煩局長 應該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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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請教李莫苑李局長 我想在座論為局長 這都適合大家的困難 我想做好現在自己的位置 那就是對自己對市府最大的肯定 我想吉他 大家就各自努力 那我想這個特別想要請問李局長 我想跟你探討我們黃金海岸的部分 其實黃金海岸前我小時候的印象到真 我印象中這個 我國中的事實上很愛去到真 我大概35歲 所以過去大概15年間甚至20年間 那黃金海岸的沙灘 自這個安平港以南到這個二仁溪出海口以北 其實平均大概應該是消息大概超過100公車應該有 最壞的情形就是到船屋是零距離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去年我們有跟市長一起去這個黃金海岸有看過 那當然過去這幾年來我們的仰灘有成成長了大概是 當時候局長的報告是大概是平均12公尺 最大的幅度有到達20公尺 那我想再請問局長 不過雖然我們過去這個仰灘有成 但是日過期這個黃金海岸有很大地很漂亮的沙灘 一百公車的沙灘 老實說這個成長一些些 當然要恢復到全盛時期 我們可能還有很大的能力的空間 我想要請到局長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等於是在跟這個上天拔河 在跟海岸拔河 那不知道面對這個問題 局長在未來這個仰灘的部分 是不是還有做什麼樣的措施 跟什麼樣的努力的空間 是 跟議員報告 確實黃金海岸自從安平港的這個突體完成以後 那它產生的突體效應 那再加上沿海的這個沙源補助不足 造成這個沙灘流失 那從過去一百米流失到幾乎在船屋前面幾乎是零 甚至都礫石 這個海床的這個軟礫石都跑出來 那完全沙灘不見 那這幾年市府跟六合局 水利署六合局這邊合作 那主要是由六合局委託成大這邊做一些模型的一個模擬 跟這個規劃 那後來定案的方式是以短突體的方式來養灘 目前有幾座突體 25 它有新做了大概8座短突體 新做8座 那去年底又剛完成一座 那麼比較長一點的突體 那這些突體再加上這個做班紗來做養灘 那目前看起來是暫時有把它穩定的一個狀況 那只是說要恢復到往日的那樣的一個沙灘 非常的完整的這個狀況 我想我們會進一步再跟六合局還有成大再來做評估 那這樣這個突體的狀況 目前有做到有機會往南延伸到二人溪的出海口嗎 其實它往南延伸二人溪出海口 原來就有一些舊的短突體 舊的嘛 那新的部分呢 目前它沒有新的計畫 不過我們會 而且看起來在從往南延伸到二人溪這一段 它的沙灘的流失是也還算穩定 是還算這個在基準點以內 它就是舊的短突體也還在 就是還在還有它的效能 我想我們進一步會再跟六合局跟相關單位大家再來研討 那這個部分要特別再拜託局長 不過地方人士有認為說 我們互灘的基準是25公尺嘛 那因為過去的颱風 這幾年的颱風剛好沒有直接侵襲到我們的相關的海岸 沒有對我們台南這邊來 地方人士有建議說 互灘的基準可以有機會 來提升到50公尺增加一波 因為這樣才能對到我們地方 是一種保障一種安全 不知道究竟你會想法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跟水利署還有成大的團隊 大家來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這個方式 可以讓整個保護程度再提高 好啊這個再特別拜託局長 因為這個黃金海岸 直接影響就是我們的這個 群星和羽羹二個個部落 萬一真的真的有一個大風胎 直接侵襲到我們的台南 或比較接近我們的這個 台南我們的黃金海岸的部分 其實這個我們地方的民眾都會很歡樂 特別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沙灘 比過去過去一百幾公斤 啊現在剩二十五公斤 所以它會對到我們地方的安全 會有特別的疑慮 那是不是說在這個可以 這個護灘的基準點提升以外 是不是有做其他相關的措施 可以保護我們下來 萬一或不到豪灘的安全 這個在特別這個拜託局 我們拜託局長 可以防我們這個地方 可以做宿客 是 那局長先請坐 謝謝 吳局長 我想要來請教 我們過去 我相信你有得到很多獎 但是過去我們的陸評專案 有沒有得過獎 陸評專案 有沒有受過怎麼樣的肯定 對 我們是內政部員的實行 做幾半七年 總共幾半 每一年都比賽 對 一半七年 我們有一半是第一名 第一名 對 第一名是全部的路去賓國還是 全國比賽我們 不是 我是說他比賽評估的對象 是我們的道路是每一條道路 還是您挑了幾條道路去給做比賽 他等於是考試 第一個他會先抽哪一個區 然後哪一個區以外他會 假設說比賽是15條 他要求你助選5條 剩下15條他要抽 有自選取跟他的隨機指定取 對 自選取跟他零機抽的 所以我也要特別拜託局長 我想在陸評的部分 當然陸評的成績 有做到陸評的成績有目共睹 當然你在道路修復的部分 這個 當然這個 有的 我想大部分 對你有道路有修補過 有這個 重新拋除過 中坡的 都對你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現在的時間平均 老實說變得很好 但是本市要特別跟這個局長拜託 我們南區 就是包括有說的一些古部落 包括這個萬里 萬里路其實不只是我 我想在地很多議員 其實也都有陳情過拜託過 當然這個經費 可能這個 對著你們這個農納來說 可能比例比較高 但是我們這個萬里路 可能三十幾年來都沒有重新拋除 重新整理過 還是有機會 實施有機會 可以 替我們地方 這個萬里路的實施 可以 把它緩然一心 好 跟李彥報告 我們里路是 非常重要 雖然是 它是最南邊的一條路 它比較舊市區的那條道路 但是以前應該有它的風華 就是以前是真正最主要道路 那因為外圓市民開闢以後 它就變成比較吃藥 沒有錯 不過這個 我就一個禮拜以內 會請科長跟大隊長去看 好 如果必要的話我就先處理 比較少人 對 好 過一開始的時間也會找李彥幫忙 好 那另外我想再請問這個局長 那我想很多可能局長也接受到很多的陳情 就是我們公園的這個路燈時間調整的問題 那現在公園路燈的時間是怎麼做的 它是分為冬天跟夏天 那如果原則長夏天是六點就關燈 六點就關燈 對 那早上幾點開燈 欸 它晚上有兩個 有一個就是要 如果大公園是到晚上10點11點就關燈 關燈 然後到早上 第二個這個時段大概是2點到4點這樣 2點到4點 2點到6點 2點到6點 開燈 對 早上2點 那是晚上到10點就關燈 然後中間就停 因為那一段時間幾乎公園很少人 然後早上2點到6點再開燈 那是大的公園嘛 對 如果是小的比方說像我們的明河公園呢 小的公園那個開放時間會比較短一點 對 對 那是不是說有這個民眾間 因為其實有些老人家 其實他可能有早上的這個習慣 是 我們可以堅固地方的實際需求 我們可以中心來做探討 跟鯉眼報告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他是用那個定時器去處理 就可以 如果地方的需求是希望早一點開燈 那這部分我們會來調整 因為有的老人會早上 計時器的調整而已 是啊 有可能4點多就要準備要運動 在那裡運動到早上6點 就是說如果需求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配合那個需求的事件 好 謝謝局長 好 謝謝 下一位 譚碧爾議員 感謝主席 我們吳局長 董事長 董事長 大家同時都 一位同仁都很關心 你跟李局長 你們這兩個人材 是誰要做副市長 誰要做比市長 我想可能你們不方便說 啊 局長 是 我要跟局長說 民眾 是 跟本席 在歡迎 是 現在 0206大大大大後 是 我們現在在重建 是 避震後的重建 是 重建的路是漫長的 而且重建的業務代部 也是都在幹部局 跟唐議員報告 那個 市長有宣示 像 那個 文俄路 文俄路那個是 他要求在 今年六七月份 半年內要全部完成 嗯 對 就全部 新建完成 那 他希望在明年 明年的農曆過年前 幸福大樓 也可以重新 把它建起來 好 所以 如果 以 災厚重建 包括 垮掉的房子 重新新建完成 這樣的速度算是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 我知道說 我們公務局 也很積極 很有效力 在做 但是 民眾 跟本席 陳情 就是說 我們 在岸岳 岸岳 岸岳 岸岳岳 那是客廳二千塊嚴重的嘛 教長 跟市長有去看我也是嘛 現在就是說 這個鄭安家 為二號到十四號 都說七號 七號啦 也不是紅燈 也不是紅燈 但是呢 因為他當下線喔 落下去的程度就對了 比一般 這個圍條路 那個頭停車 還比較輕 所以在嚴重的程度 就沒有說打紅燈打紅燈的 我們可以這樣說 跟湯元報告如果說 如果是這樣 我也請祭司再重新去看 基本上 基本上是應該他有一個 有一個下線二十公分以上 才是黃燈嘛 他一定 一定依照這個準則去處理 如果說 這個已經超過二十公分 三十公分 你把它當中 我會請祭司重新再檢查一次 沒有啦 所以教長現在要來講 就是說 這十號 這七號 二號到十四號 對我們叫二號到十四號 這七號 沒有超過二十公分 對應該是這樣 但是 他落到他的程度就對了 沒有輸到紅燈到紅燈的二十公分 會減重 現在我們跟湯元報告 正在進行這個 鐵路跟水高 會重建的作業 第二個呢 這七號 這七號 我們跟財務局 包廂在做的時候 競然做起來就對了 比鐵路 比煮火 他們 還關十五公分 關十五公分就對了 你落一個號就對了 現在來齁 是遜期 教長 現在來 是雨季 接下來就是風胎 所以我一天去火灘就對了 跟湯元報告 剛才科長 有科長去主行 他是 整個水溝 現在還沒有完成 就是說包括水溝 全部打掉 全部重做 所以基本上 一定會考慮到排水這個問題 那個水利局長 他也有去整個規劃 安然區那個 這一個 液化的 那個部分 要怎麼做排水整齣 他本身絕對不可能說 我們開始了 所以我們騎走 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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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路面更多 一定會把排水跟道路 做到一個合理的高層 對啊 所以喔 你看看現在齁 雨季來 還有什麼 風台來 這齁 都是我們這裡 民眾就對了 我們這裡組合 大家剩在等 大家很煩樂 對 因為 我們銀建署 有推動那個安家庫園的計畫 是 那這個計畫 適不適用 我們 因為 基本公共設施 報到中央的是全額補助的 台南市政府 他已經全部都全額補助 因為開會 那個同意環已經同意 包括 這個採訪址 包括做公共設施的等等 他都全部同意 所以教長 你怎麼知道齁 我那一天 到那裡匯坑 我們岑部局 不是誰去匯坑 我沒記 他提出三個方案 第一 第一個方案 俄安街 這個民宅修繕 第二的方案就對了 房屋建築的主體架高 第三的方案 齊樓 挖空打掉 重弄 但是 第二到第三的方案 都不可行 因為 你主體架高 這架高就對了 來花180萬 第三就對了齁 這頂樓 齊樓挖空 打掉重弄 這也是大工程 所以這兩個方案 都不可行 只有第一個方案 修繕 所以本市希望說 教長 是 剛才 我也知道說 你做到 教長用特質的 我們做過同事嘛 所以我知道 你做到教長用特質 所以這個地方 他們建築這個安家雇員的計畫 我們市 希望說 讓我們 調安街 二號到十四號這七號 可以 像教長剛才所說的 這樣 不要讓他們害羞 不要讓他們煩惱 不要讓他們 煩惱 可以嗎 那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如果說 這一個還不夠的話 因為 張院長 有答應 安南區那個是一個 零二流量素患 液化的素患區 地震的液化的素患區 那這部分我們在 四月二十號 我們大概跟他申請了八億三千萬 重道行政院 那 院長我們是有 拜託他 希望他在五月二十以前 把它合下來 好 所以如果能夠等的話 將來有更完整的經費 會把 包括土壤地址 包括房子 不是紅黃丹的 黃黃丹的 已經 是 補助款已經花了 或者是正在花 那他不是黃黃丹的 那會一併 類似四萬計畫裡面 把它弄好 所以教長 你現在就是說 這個調安街 二號到十四號 這七號 一個禮拜如果說是 就 反而說 做之後就對了 他們的房子 露民幣的處理比較高 但是要時間 因為這一個計畫 五月二十號以前 希望能夠合下來 我跟你講 盡量比較早做的 前面這個 如果說能夠用 綜合補助款 能夠改善的 這個我們可以馬上來處理 可以更快做的 對 因為雨季 現在沒雨季節來了 所以我們 腳步更快 速度更快 比較不好 我們那些民眾 我們祖母大家 緊張大家驚訝 好嗎 好 因為教長 我跟妳做個董事 所以我知道教長 妳的領力 妳的專業 跟妳的領導力 都很優秀 所以 我們這個董事我很了解 也很會有錢 這實在是 妳討論公司 還會有錢 所以教長拜託 我為我們這 阿南区 在他們家 這個組合 跟教長 妳陳情 好不好 好 這一個禮拜 馬上會 好 謝謝 來請客 謝謝 我們水利局 李局長 有對喔 李局長 吳局長 跟李局長 你們兩個都很優秀 真的是非常優秀 謝謝 所以 都是最可能的人選 剛才我們的議員當年 在說 你們兩個要怎麼分配 戶籍長 跟秘書長 要怎麼分配 我是說 有的說 不然 有簽 還是說 來強 強強的 做戶籍長 強輸的 做秘書長 還是說 不然來擲筊 所以 表示說 我們所有的議員當年 都很慶定 我們的 公務局 吳局長 跟我們水利局 李局長 謝謝議員 李局長 我們這個 給時間 李局長 我們南法水口 的清育工程 包括我們 岸南區鹹水系統 這個BOT 這個 霧水系統 跟這個 時間的進度 是 到目前 做到什麼程度 這個 南法水口的部分 他現在是 目前是以清淤隧道 他是用類似排沙隧道的方式 來來來施作 那目前已經 我們了解 他隧道已經發包施工 在開窪了 大概已經開窪三百多米 那 所以當然隧道這期擠不得 他大概通常都要兩三年的時間 我相信這個順利 目前看起來是很順利 那如果隧道完成 他應該大概就可以 整個將來 有淤泥下來 他可以用 在泄洪的時候 一併用排沙 那這樣的話可以減輕 不用當水口用歪的 因為現在用挖的 都還要用車載運 是很複雜 是有本事的了解 是 因為他必有議員的發言 賴慧元議員發言 等一下休息十分鐘 發言完休息十分鐘 是 謝謝主席 那個水利局長 我想請你先看這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是在我們新區拍的 現在這條路是 我們市政府的民治路 在2013年的8月29號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這一場即時移 造成整個民治路 就是南營立度新附近 還有民泉路 新營高中 新營高中附近 就是大淹水 我們新營區很 就是說 在最近 最近 尤其是去年的這段時間 好 局長 在去年的這段時間 連續 有三次的大淹水 一次是在6月21號 就是一個午後的那個大陣椅 整個街道的排水系統都來不及 那還有一個是7月7號 也是 就是一個即時椅 一個大蠔椅 那這樣子 新營就整個市區都淹水了 甚至不要講到說 校園的淹水 所以我想就是說 新營區的淹水 尤其是市區的淹水 實在是有它的急迫性了 就是這樣這一張照片 是在這樣子 是在那個 2013年康瑞颱風來的時候 也是在新營市區 那個太太就是 比的就是說 這次淹水淹到 剛才淹水淹到 淹水淹到 那個春年上面這麼高 春年上面這麼高 當然這個是一個 非常低似的區域 一個非常低似的區域 其實整體是要跟局長 來做一個討論 就是說 新營區淹水的情形 非常非常的嚴重 尤其是說 如果是那種即時椅的話 突然間下下來的這個即時椅 那我們也知道說 地球暖化 現在這樣的一個即時椅 其實非常的普遍 所以說在這裡要請教局長 有沒有比較好的一個規劃 尤其說 新營區的整個 以水下水道 我們知道是在民國58年 規劃完成的 那到現在已經是超過45年了 顯然 是不是有新的一個規劃案出來 對48000人到現在 78000人 45個年頭 有沒有一個新的規劃案 因為整個城市它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它的動向流水 都已經做了很大的一個改變了 市長回應我一下 是 跟預言報告 確實 在像 2013年的這個康瑞颱風 那麼一小時下了120mm的降雨 那麼造成 因為新營原來的雨水下雨道 那個設計的標準 大概是一小時是63到65mm的降雨 所以是 一小時是63 對 所以遠遠不夠 我們的標準是80毫米 對不對 現在比較大的度期 大概都到70幾到80 就是說大概是放在80 那所以新營區現在到63而已 是 比較早期的 比較早期的這種標準 那現在隨著都市快速發展 確實是有必要整個重新檢討 那所以我們這次有爭取營建署的經費 那也謝謝議會議員這邊的支持 那已經 目前已經發包在做一個整體的檢討 大概一千多萬的經費 他會進去每一條下水道 去做這個縱軸 做拍照 丈量 1590萬 是 這個規劃案是1590萬 所以你現在初期的規劃已經下來了 目前正在已經做全面性的 是不是這一份那個規劃書 那個應該是他的這個簡報 他的簡報 那你覺得就是說他改善的情形 有沒有符合到你對新營淹水的一個期待 就是說就改善的一個期待 是我們目前是請他們以 請這個規劃團隊以這個 全國的都市化的最高標準 來做規劃 居長這一個規劃公司叫什麼名字 誰知道誰來回應 應該是美商 愛伊康公司 愛伊康公司 是 他在台北高雄都有辦公室 好 居長你覺得說他這一個規劃 在做的時候有沒有徵型到地方的意見 辦了幾場座談會 你本人有沒有到 是 誰可以來做說明 所以局長顯然是 你都沒有到現場 沒有到現場 好來 那個水利行政科科長 你請說 是 不好意思做 目前那個這個進度 這個規劃案的進度 是由愛伊康公司來辦理 那目前是在進行其出的階段 那他整個對於我們整個新營的調查 包括下水道的那個 科長辦了幾場座談 報告一座目前正式的 由我們正式的跟地方辦的座談 還沒有進行 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開始 所以說 在這個橫跨 新營柳營 沿水應該是比較少 應該是在那個 主要是新營 下營 就是純就是新營 新營的下水道 是整個系統 新營的下水道 它會接到流氧這段 應該是會延續到我們本來的那個 柳營跟新營的這個地下雨水下水道 會不會稍微接到 柳營 雨水的話它是獨立的 那污水的話才會連結 污水才會連結 好 那我期待就是說 這個其出報告 基本上就是說 我對它是有一個期待的 我們要真正落實到地方上來 真的是好好的辦座談 因為只有在地的里長 在地的人民知道說淹水 那它最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局長 我看你這份報告 你有做一個就是 期待就是說做吸引淹水的一個改善 可是我覺得說這個標準 好像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好像你這一個標準 做的是不是有一點比較鬆散一點 尤其是說一滴 它有很多就是說它的那個收集的一個標準 像它每個小時的排水收集的設計標準在80毫米 你覺得這個是10年的一個計畫 你覺得80能夠 尤其我再跟你請教 每次只要是即時宜的話 吸引就是淹水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當然依照目前連台北市首善之區 它的設計標準就是一小時78.8 所以我們現在以80來設計來考慮規劃 實際上已經超過台北市的 所以你覺得說這個已經是一個高標了 那工程經費呢 工程經費呢 工程經費呢 到時候它規劃出來 就是說會不會要 這個大概要多少錢 目前還沒有還沒有 總是要總是有一個出蓋的一個經費 其中報告的階段才會估算出 如果要把這個80mm每小時的這個 所以局長我也期待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多一點的一個預算 多一點的一個經費 因為有很多一定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 經費多少 然後它可以支撐 除了吸引以外 臨近的區域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併進來 這個是我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 好 那個 你要知道 那個民眾 每次喝水 那個是很辛苦的 像我們家住那個 每次喝水的時候 我就很想說 我如果是住在公益多辛苦 局長你請坐 那公務局長 在這裡本席要請教你 五月雨季已經開始來臨 前幾次的一個 好幾次的一個颱風 已經造成很多馬路的坑坑洞洞 都包括在裡面嗎 都已經包括在裡面 包括樹木 包括道路 所以局長你覺得你坐得很滿意的 我會後再給你一些照片 那我在這裡本席也要特別再要求你 就是說我們柳營的外環道路 25米還是24米 就是那個交流到下來 對 那個核心客印 往柳營的這個外環道路 還有剛才我們議員特別提到了 就是柳營交流到外環的連結道路 那兩條道路真的是隨時都是坑坑巴巴 不是講說 我跟你講我們每天跑行程 每天都要經過那個地方 看到那個地方就覺得說 台灣的公共建設公共工程 為什麼是 來給時間 坤大雲報告那個 我剛剛已經有報告過 那一條藍110就是它的外環道路 要花3000萬 那500萬已經前面那一段已經做完 現在2500萬今年 今年會做 我跟你說局長 這個柳營外環道路 還有就是那個高速公路 那個國山高速公路 交流到附近那個連外道路 可以講是我們這鄰近區域的一個 那個旗艦道路 就是道路的情況是最糟糕的 沒有 每次跟你們緩應 每次得到的就是一個消極的態度 當然你現在有一個積極的作為 現在已經設計好 馬上要花包 好 那像我跟你講 核心客印的那個柳營連外道路 這一段 柳營連外道路 你是說街心營那個藍外環嗎 對 那個是以前 就是從核心客印 然後就是你下交流到右轉 那要去到柳營這段路 那個是公路總級所做的 那我會要求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向大會報告 休息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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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順序